新唐人亚太太的卫星续约事件 一个多月来持续引起了国际舆论的担忧 美国与欧洲的西方政要们都相继要求 台湾政府重视言论自由 具有一定影响力的法国新闻自由组织 记者吴国界日前也致信台湾行政院表达关切 同时怀疑此事中有中共当局的介入 总部设在法国巴黎的记者吴国界 24号致信台湾行政院 对中华电信可能执行歧视政策感到忧心 信中指出 中华电信以技术限制为理由 拒绝与新唐人续约的做法 与几年前欧洲卫星公司 终止对新唐人的卫星服务很相似 经过吴国界的调查 当时中共当局介入欧洲卫星公司 目的就是要让新唐人停止播出 记者吴国界表示 如果事实证明中华电信 也是因为中共介入而拒绝续约 那么持有大部分中华电信股权的台湾政府的形象 将严重受损 欧洲议会人权委员分会主席 海地豪塔拉认为 现在是资讯时代 散播信息很容易 但是要钳制信息也很容易 对于中共政府一再控制言论新闻自由 豪塔拉表示遗憾 我认为 我认为 中国可能是 可能是最后力量的力量 在使用很低能力上 它们和国家 那些地方 想要拒绝它 当然 这些试图 靠谱的 消息 中国运动 通过台湾 是非常远兴奋的例子 所以 这不是什么 这些东西 需要受许的 美国国会议员罗伊斯表示 信息自由度的好与坏 可以用来判断这个国家的未来色观与否 罗伊斯说 共产政权一直带给人们忧虑 因为它是利用权力去对付个体 新唐人的卫星广播受阻 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 中华电信近年来与中国市场互动频繁 因计划在北京成立分公司 2009年新唐人亚太台曾经发生过一次 长达半个月的盖台干扰 亚太台发言人朱婉琪指出 调查结果发现干扰源就是来自中华电信 孙中山先生的侄孙孙国良日前在香港呼吁台湾政府 抵制被中共赤化 重新和新唐人续约 在海内外强大支持新唐人卫星续约的声浪下 台湾行政院院长吴敦义表示 新唐人是言论自由的标杆 卫星续约案不只是商业行为 行政院裁决要求中华电信 为新唐人提供不间断的服务 目前在全台湾有130万户 可通过有线电视收看新唐人 而中国大陆东南沿海则有约五分之四的人口 可以通过卫星叠盘观看 新唐人与中华电信的卫星合同8月份到期 届时能不能成功续约 同时标志着两岸媒体自由度的走向 新唐人记者李梅 王凯迪 孝岩采访报道